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 一般来说,我们人体脂肪集中在肚子和大腿上、屁股上 但是有些人的脂肪却集中堆积在胸前、后背和上臂上 上肢上,首先整体上身包括躯干、双臂等部位的脂肪 大量堆积,是因为这些部位很难运动到 运动部组所造成的,其次呢,我们摄入多余的米饭、面包 面食、高糖或高脂食物以脂肪的形式依附于内脏 表面或里部形成了内脏脂肪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防止上半身脂肪堆积的动作 可以健康有效的减掉我们身体上多余的脆肉 接下来我给大家做个示范 下面呢,给大家分享这个动作 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减少上半身脂肪的堆积 好,首先呢,跟我一起来练习 两脚分开与间通宽 先把右脚慢慢的抬起来 好,放在我们的内侧 左腿的内侧这个位置 好,膝盖打开 保持这个姿势 手呢,自然的放在身体两侧就可以 好,当你感觉到站得稳了以后呢 把手搓热 如果你的手是热的 就直接的放在我们的腰后面 好,这样的话 就保持这个姿势在站里 看看你能站多久 如果说你不能练习这个动作 腿支撑不了 建议大家不要练习 可以看看前面的减肥的呼吸的方法也很好 好,做完了以后呢 慢慢的脚放下来 手呢,可以继续扶着我们的腰 好,放松 这一侧做完 要做另外一侧 把左脚呢,也慢慢的抬起来 放在我们右边 膝盖那侧 好,腿呢,向外打开 好,手呢,还是放在两边 等你站稳了以后呢 手拖着 手是热的 直接放在腰后面 像我的手是热的 不热的把手拖着 好,站在这里 坚持 基本上你能感受到 这个热呢,宠内到外 只有这个宠内到外的热呢 才能消耗你内在的脂肪 好,放松 自然站立 手呢,慢慢的放下来 好,这个两种动作呢 看着非常简单 但是你练起来呢 不容易 而且有些人呢 腿是支撑不了的 不建议练习这个动作 安全放在第一位 怎么样 大家做完之后 有没有感觉 全身发热的感觉 尤其是手臂会觉得 拉伸后有点酸痛 上半身是不是 感觉呼吸顺畅了很多 因为通常我们的上肢 和上半身 是很难被锻炼到的 这个动作呢 大家如果能坚持 效果是非常好的 还会消除乳腺增生 以及心烦失眠的问题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